嗨,欢迎收看看秘密之世界,我是羊羊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交通工具极大缩短了时空距离 我们常用光年距离来形容距离之遥远 虽然现在人类借助火箭、宇宙飞船等已经能到达太空 但是目前这还只是宇航员的专利 普通人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想要进入太空则非常之难 但现在啊,日本科学家却有一个超级大胆的想法 打造一部太空变体 根据日本科学家的计划,这座电梯将从地面出发 一直延伸到9万6千公里外的太空 这是什么概念呢? 你要知道,地球离月球也就40万公里 但是由于日本法律的限制 这个电梯上升到1200米之后就被强制停工了 不能进行更高海拔高度的测试 不过现在整个项目已经转移到美国内华达州的沙漠 以进行更高高度的太空电梯研究 计划明年实现3000米高度的升降测试 在2019年实现1万米高度的升降测试 到2020年将实现2万米高度的升降测试 建造成功后,磁力现行电动机驱动的机动车将人员和货物运送到新建的空间站 该电梯一次可以携带30人左右,时速200公里 到达太空的旅程需要7天左右的时间 一旦太空电梯成为现实,普通人进入太空旅行将成为可能 正如这些科学家的设想 这样太空旅行像到国外旅行一样 任何人都将能够乘坐太空电梯前往太空 宇宙的钟情是什么,意识的真相在哪里 发现更多科学猜想,探索更多未知奥秘 请关注最有感觉 每期和你探明未知世界